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名韩食意 红薯叶营养丰富,口感嫩滑脆爽 那最为常见的家常做法就是炒红薯叶,凉拌红薯叶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红薯叶不一样的新吃法 吃起来鲜香味美,层次丰富 可以当早餐,也可以当主食 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这样一锅呢,饭店卖88元 自己在家做的,成本无缘都不到 经济非常的实惠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红薯叶子 把嫩的部分摘下来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小虫子之类的 我们在摘的过程中细心一点 那么,清洗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辣 摘好之后,装入盆中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撒适量的盐 把红薯叶浸泡一会儿 这样,一会儿更好清洗 用盐水来浸泡 可以把红薯叶上面的脏东西 可很好的浸泡出来 接下来,准备小宝木耳 加少许的白糖 少许的面粉 少许的盐 加入温水 放一旁,浸泡着备用 接下来,碗中加300克面粉 加一勺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搅拌均匀 跟着,用100毫升的开水来烫面 再用10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 用冷热水来和面 面吃起来,更加的柔软筋道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团之后 把它放到面板上 好好的揉一会 面就会越光滑,越有韧性 吃起来呢,就会更好吃 揉成这种光滑,不粘手的面团就可以 直接搓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然后把每个面剂揉成小面团 全部做好之后 准备一个盘子 加一大勺油 均匀地刷开 再把小面团放进去 表面也刷上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 放一旁,醒着备用 接下来,清洗红薯叶 红薯叶上面呢 难免会有很多的泥土之类的 我们一定要给它多清洗几遍 直到洗出清澈的水为止 看看,不一会儿的时间 木耳呢,就已经泡发好了 把它抓洗抓洗 把木耳上面的脏东西抓洗出来 然后倒入漏盘中 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像这样,就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烧开 水开后,加一勺油 把红薯叶放进去 焯水30秒 把红薯叶烫软就可以 加油,可以使红薯叶 保持颜色翠绿不变色 捞出来,放入凉白开中 再把木耳倒进去 再把木耳倒进去 煮一分钟 然后,把红薯叶挤干水分 放到菜板上 再将煮熟的木耳捞出来 过一下凉水 把红薯叶切碎 把红薯叶切碎 这里可以适当的切碎一点 再把木耳切碎 全部切好,装入碗中 接着,准备一个胡萝卜 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装入碗中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 一包方便面 用擀面杖敲碎 加入方便面 吃起来更香 会更好吃 把它倒入碗中 接着,往中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散开 再直接淋入配菜里面 这里面的方便面 还可以吸收鸡蛋液 直接淋入鸡蛋液呢 做出来的成品 更加的鲜嫩好吃 搅拌均匀 再来调个味 加一勺盐 少许的白糖提鲜 一勺蚝油 一勺香油 搅拌均匀备用 这个时候的面团 就饧得差不多了 看看 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我这里洗了一个小时的面 把面团中多余的油 倒入面板上 取一个面团 把它按扁 再用擀面杖 擀成薄面片 放上调好的红薯叶馅料 不要放太多辣 均匀的 薄薄的铺上一层就可以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 两边给它对折包起来 再从一端 给它卷起来 家人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小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 摆入蒸屉中 锅中水提前烧开 把生胚放进去 蒸10分钟 这里开水上锅蒸呢 可以使蒸出来的红薯叶饼 更加的柔软筋道 凉了也不会变硬 时间到后 焖两分钟 再打开盖子 哇 好香呀 一股浓浓的香味 随之而来了 每一个都晶莹剔透的 看着就好有食欲 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红薯叶 就这样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味美 层次丰富 柔软又筋道 馅料中的鸡蛋 是直接加入的 吃起来就非常的鲜美 比炒出来的 要好吃很多 一次性可以吃两三个 真的是太香了 饱腹感十足 以后红薯叶 大家别总是炒着吃 或者是凉拌着吃辣 学会这个简单的做法 营养也全面 小孩也爱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小爱心 关注一下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